给全红蝉撒疤 还怕被曝裹 还要信 上海全红蝉太难了 他在全景赛拿下压军后 本身就有些失落 赛后还被极端粉丝影响 有一位女粉丝 当着所有媒体的面 投诉裁判的打分不公正 表面上是为全红蝉说话 实际上让全红蝉非常为难 当时这位极端粉丝刚开始说话 就被全红蝉制止 当时全红蝉明确说 你不要再说话了吧 所有人的劝组直接说 就要说 我就要说 我就要说 实事求是要说207 407 给全红蝉分打低了 可以说全红蝉的劝组是无限的 全红蝉 尽管这些在海盘没报过 打得喜欢全红蝉的口号 但就没有真实考虑到全红蝉的感受 作为一名国家队急避运动员 牵扯到公开投诉裁判 这对于全红蝉来说压力很大 最终事件发酵到全网讨论的地步 也让全红蝉的粉丝群体成为众矢之地 这种极端粉丝的行为 直接影响到整个全红蝉粉丝群体的形象 由于人气高涨 全红蝉有着很多粉丝 他每一次个人动态都会引来关注 每一次参加比赛都会有大量粉丝到现场支持 但多数粉丝对跳水运动的理解并不多 偏恋且偏见地去看待全红蝉最终拿下亚军的事实 然后胡乱说话 奥运冠军何冲就明确评价 这些极端粉丝的行为就是饭圈文化 总是把某一位自己喜欢的运动员当成是几乎完美的偶像 一旦运动员失败了 这些饭圈粉丝就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去解释运动员的表现还可以更好 何冲直言这对于运动员来说影响很大 会直接影响到运动员的思考方式 以及如何正确对待失败的思维 很显然全红蝉就是被饭圈文化影响 这些极端粉丝并不知道如何去真正理解他 饭圈思想的粉丝顾及的是自己的心情和情绪 丝毫没有想到这些话说出去对全红蝉来说有什么影响 全红蝉的身份是奥运冠军 但她也是一名年仅16岁的女孩子 个人经历比较少 还需要经历更多 但眼下网络舆论和饭圈文化已经让全红蝉苦不堪言 未来全红蝉需要心态更加强大才能应对类似情况 最后一会讨论的观看 最后一会讨论的观看